据相关媒体报道,4月29日上午10时30分, 据京畿道南部地方警察厅毒品调查科透露, 朴友天在从当天上午开始进行警方调查中, 承认了吸毒事实。 据悉,朴友天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陈述说, 我害怕放弃自己,我认为该承认的承认, 该谢罪的就应该谢罪。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 另外他还透露,吸毒是从遇见黄河那开始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